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虽然俄国在航空领域戒数颇多 也诞生过像米格21米格29苏27等一系列经典机型 并且在冷战的对峙与冲突中与美制战机分庭抗理 但随着战机隐身技术的出现 俄国人在这个领域就明显开始跑偏了 当时苏霍伊米高阳两大著名设计局 都有着针对美国F22的隐身机设计方案 而米高阳设计局的米格1.4次验证机的设计 是其中最被看好的一型方案 不过后来情况就变了 随着苏联接替米格1.44最终只诞生了一架炎证机 之后1994年 俄罗斯将米格苏霍伊等设计局整合成为联合体 并且苏霍伊设计局拥有了绝对控股权 也全面接受了隐身战机的相关研制 当然也开始了俄式隐身战机跑偏的道路 俄国人对于隐身战机的认识和美国还是存在区别 他们认为隐身技术只是辅助 飞机的作战能力还要看机弄性与探字性能 因此在自家隐身战机的设计上 还是着重于战机高速度 高航程 高机动性和原探测能力 而隐身能力这方面却被选择性忽略了 虽说后来提出了什么等离子隐身技术 但那是从米格1.44时代 就被米高阳设计局提过的方案 却一直没有什么实际成果出现 而相比于毛自家这不靠谱的脑洞 咱歼20的隐身 则是靠另一种更现实的神秘技术实现的 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后回复 隐身 看歼20究竟依靠何种方式消失于无形 忽悠到现在连三哥都不行了 而这一思路整出来的产品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苏5-7 2010年T50试飞时 很多人都觉得 俄罗斯的航空工业能力终于要重振雄风了 结果 等到真正的实物爆出之后 群众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直通式进气道 耿直地展露着巨大的发动机扇叶 整机看上去 分明就是把苏27直接拍点后的造型 机身蒙皮的平整度 和F22及后来的歼20没法比 而内置弹仓的位置 则至今都是个未解之谜 要说苏5-7有啥优点 那就是机动性了 看歌用超机动 秀死对面的猛情 但问题来了 人家隐身战机玩的就是个 悄悄进村打枪不要 就是不让对手看见 但苏5-7却反着来 仗着机动性 就是让你看见 然后跟你空中拼刺刀 更过分的在于 你不隐身就算了 但还在机身上安满了各种雷达 没错是雷达 F22歼20 F35都采用的是传感器 但苏5-7是直接安装了五台雷达 还是主动的 目的是照射敌机 指引空空导弹 这是嫌自己命长吗 当然 好乘400公里发现目标的雷达 安在苏35的身上 到叙利亚 它就被猛情给调戏了 几乎到了贴脸的距离 飞行员才发现自己被尾随了 这情景审刺歼20收拾歼10c的场面 顶到18公里的格斗距离 你也未必看得见我 这一番折腾连美国人都纳闷 21世纪中 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都还很小呢 咋人家的歼20都列装了 俄罗斯却折腾出了这么个四不相的战机呢 其实这还真不奇怪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受经济调节限制 没有稳定的科研条件 况且分家了 很多原先的配套厂家都已经是外国了 自然限制了俄罗斯的发展能力 造了也没钱买 况且 目前俄军还是更看重苏30SM与苏35 为啥 因为便宜呢 而另一点则是 在俄罗斯科研成果等于话语权 如果你搞出了特别牛的武器项目 那你在这个圈子内就是大佬 可以呼风唤雨 当然也能对同行指手画脚 而苏57其实就是这种情况的产物 只不过碍于俄罗斯自身的情况 苏霍一又在最保守的设计上讲低了要求 这才有了如今苏57的尴尬境地 因此说 这真的也是体制的错 那回过头来看 中国航空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有着苏联的影子 但歼20却是比歼F22的存在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在于 中国有着稳定的大环境 高速提升的综合国力 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支持外 最重要还在于我们的设计者所着眼的 还是在于 如何设计出能与世界先进水准 持平的武器装备 而非用花里胡哨的概念与设计 来抢夺话语权 我们提出的技术构想是符合战争需求的 也是科技水平可以达到的 也就是所说的实事求是 菲菲觉得 这也许才是歼20与苏57 不同命运的关键吧 最后为大家特建一款好玩的空战手游 玩家可以扮演英美苏德四国飞行员 亲自驾驭改装战机 切身体验二战飞行员的战火人生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理财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回到充满硝烟炮火和急跑轰鸣的二战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